歡迎收看Youtube大哥仔 今次下一條開箱片 話說經常問我的學生借相機拍拖 借得多真是不好意思的 抱歉阿朗姆 所以就自己儲錢買一部新的 就是這部 USR 雖然我本人是挺喜歡Sony的 但為什麼依然會買Canon呢 原因真的很簡單 因為之前問學生借的是Canon 6D Mark II 所以我就自己買了一支Canon的鏡 其實都不太細緻回頭 若然你是一個低眉的人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Canon 他很多時候普通拍完一條影片之後 顏色都已經夠可以直出 即是不需要再做任何調色 以前都用過Sony一陣子 Sony可能會有些位置需要做調色的時候 然後才放出來 但是我依然是喜歡Sony 但Canon也真的很方便 我是一個懶人 之後不需要再解釋 我也是自己用了一排之後 所以才拍了這個開箱 所以其實這個開箱是偽開箱 打開裡面會看到什麼 充電器 一定的 火候線 Type-C對Type-C的線 寫著EOS R 怕死人不知道的相機帶 會有一顆電 但是我早就已經在用了 那顆電 就是這顆 提一提 電是跟Canon的大機 即是5D、6D 是共通的電 所以之前買下的6D Mark II電 可以繼續放進EOS R也用了 親愛的Logitech G502 Mouse 可能這次要先遮一遮 因為把滑鼠墊還可以用來這樣用 看到機身來算 EOS R絕對比6D Mark II 就瘦了一個圈 就連重量都真的瘦了 EOS R 輕了大概有100克 看到在反螢幕方面 EOS R 都大過6D Mark II 在我買EOS R 之前 就沒有做到足夠的資料搜集 發現螢幕大了之後 自己很開心 還多了這個Fn bar 這個靠感應操作的按鈕 一會兒就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它是做什麼的 這兩部機交替的位置 其實就是這兩條片 大家可以看看分別 因為6D Mark II 它頂盡可以拍HDR 但其實它可以拍Log 所以就爽很多 那知道什麼叫Log 一會兒出街就繼續試給大家看 在出街之前就跟大家講一講 我自己就不是經常用來攝影用 通常都是攝錄用 至於那些規模 我在這條片都不會講太多 直接可能會拿兩部機 一起比較一下 試一下拍些東西給大家看 那告訴大家我平時怎麼用 那就是這條片的目的 我這條片的目的還有另一個 我想跟大家講 我幾個月之前買完這部機之後 我窮到現在 那它的價位又不是超高 那純粹我自己窮 那又不可以怪它 拿到出街了 首先就講一講 它後面操作那個範圍 I'm sorry 之前用6D Mark II 就很不痛一下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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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戴毛巾 說它上面的顯示屏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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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CANON機都是類似計數機的顯示屏 但現在有一個新的電子版 我覺得漂亮的很多 以前上面有多4個按鈕 現在就改了按MF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這樣調校 但因為平時拍片用比較多 我自己就很少理會這個螢幕 好 然後就講一講這裡 令人失望的就是 它始終還是少了一個輪圈 快門 然後光圈 但其實還漏了ISO 這個並沒有用來滾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它就出了這個感應的bar 然後譬如我選了Lock之後 我現在就設定了用來調校ISO 它操作其實算Smooth 即是仔細度都很高 調校的時候 但也有一個壞處 就是因為它的Sense太好 有時候你不小心HIGH中了 那你就調校了ISO 若然你在拍片的話就窩可了 我雖然這裡設定了ISO 但其實有很多人都會在拍照的時候 手動對焦的時候 就會用來檢查大小的 那我是怎樣解決這個ISO的問題呢 那我就買了這個轉插 這個轉插是包了一個控制 ring R系列它自己出了一堆鏡 而那堆新的鏡 都會有多一個控制 ring 就是讓你去選擇你想控制什麼 那我在這裡就用了控制 ring 來調校ISO 那我用左手 若然拍片的時候 就可以用控制 ring來轉ISO 方便是方便的 只不過實在太重了 以前用6D Mark II 其實只是計算機身來說 其實它比EOS R 大概輕到100克 以前用6D Mark II 就買了這支EF鏡 打算放在R裡用的時候 就糟糕 因為原來R的機器 是需要買轉環才可以用到EF鏡 而轉環是超過100克的 即是代表了 我以為可以輕一點 但實質上更重 一般的Canon也是有名的Flippon 拍Vlog的時候 這個Flippon是很棒的 那它這次還有一個 新的Preview影片的功能 是我超喜歡的 很方便 因為平時拍片的時候 你要看你拍了什麼 有時候要按快播鍵 好像看錄影帶 看它逐步 逐步到你想要的位置才看到 那它現在就有這個 拖拉巴的功能 你可以平常上網看影片 這樣移動到你想要的位置 就可以馬上看到了 這個功能方便有10倍 那因為我們經常用來拍Vlog 那對焦速度都很重要 那現在就試一試 對焦速度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特意拿了6D Mark II 跟它一起去做 連鏡子都特意問Mathiel借了 一模一樣 大概都是16-35 那2.8廣的鏡 那拍Vlog最重要的當然是防震 EOS R和6D都一樣 它是沒有五軸防震的 全部都是電子防震 它有兩個強度選擇 有中和最大 最大的時候 都真的好定下 但因為它會擴走太多東西 所以我很少用最大 兩部機都用了一排之後 我就覺得EOS R的防震 比6D Mark II更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那現在說什麼 就試一試 走 神經病 你不敢試 你被我捉到你的 你整個月的人工都給我 哈哈哈哈 現在就用行路速度來試一下 那我已經在用手托機了 不是用紙拍棍 用紙拍棍的話就會好一點 好 然後就跑步了 好重啊 那雖然我經常 哇 我經常用來拍片用 比較多 但因為它自己是一部相機 那我若然IG 想出一些漂亮一點的相片 都可以用它來拍 你沒開過嗎? 好 試一下在這個日光底下 拍出來是怎樣 就這樣了 接著就是要說一說 Log 它是我人生第一部 有得拍Log的機器來的 我超開心 我想拍Log很久 那什麼是Log呢? I'm sorry 就是在這個模式之下 拍出來所有東西都會灰一點 對比就會少一點 包圍都會少一點 你看起來就好像很灰 但是餵的是後期調色的時候 就可以有多些空間去做 當然啦 如果一出街 走來走去那些 慢慢拍Log 那就玩死自己 回去調色 但是有些定鏡的東西 例如景 又或者室內 坐下來講的影片 用Log來拍是超爽的 那現在試一試 什麼叫Log OK的了 好 好 我不知道這隻腳能不能保持 如果這隻腳能保持 我的人生都保持 網上看的是藍色的跑車 我們看的是人下車 最初就聽人說 那模範比較吃電 但是其實我用起來 其實跟以前差不多 那些電是蠻小的 要講一講的就是它的4K功能 4K功能它是有的 那只不過它是一定會Corp 那Corp 除了你拍少了之外 其實還會直接影響像素 那其實我們清楚自己 只會拍1080的前提之下 我才會去買的 若然是想拍4K的話 可能就會再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好一點的選擇 好 回來 去到最後 為什麼我會買這麼大的鏡子呢 原因是因為 我想買一支拍得很漂亮的鏡子 就打算終生使用 但是最近Kimi老公 就介紹了一支 24mm還是22mm的定焦鏡子 都很short 那個大小呢 就只是去到這裡 結果我是極之想買的 結果搞得我 因為輕很多 因為本身這部是輕的 但是 變了重的 但是以後還是不理 繼續 盡量拍漂亮些畫質 因為我自己是J畫質的人 好啦 其實買完這一輪的器材之後 我感覺到我有一段時間都不用再買了 因為首先沒有錢再買 二來也挺夠用 除非它下年 就如傳說中 即是再推出一部 再pro一點的版本 那我就考慮trade了這部 換 今次的分享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 逢死是一死是四出片 下條片再見 拜拜